七八十年代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 那时面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宋美龄却回复了八个字 而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却阻碍了两岸的统一大业 那么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呢 宋美龄为什么要以八字回信回泊大陆的善意 点个三连咱们这就开窍 周总理曾说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种可能 即和平和战争的方式 但中国人民更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周总理去世后 他的夫人邓颖超继承一致致力于两岸统一大业 1982年7月蒋介石已经去世7年了 怀念父亲的蒋新国写了一封悼念文章刊登在报纸上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切望傅林能回到家园与家人同在 蒋介石去世时叮嘱蒋新国 在他去世后棺材不得落土 等待时机牵制老家奉化的祖坟 蒋经国